光有科技守护你我 安全监控技術林航 今天要来为大家解说一下 我们到现场查修监控系统的流程 是什么 我们今天预设一个情境状况 我们很常遇到的 业主来电通知我们 监控系统有异常故障 那请我们协助处理 那通常呢 在这之前 我们会先了解一下 你的设备的型号 主机外观或者是线路 你知道是怎么固线的 尤其是社区的部分 因为通常都会有留下记录 了解这个状况之后 我们确定要去现场 去做查修的话 会再做一个初步的报价 那个报价叫做现场的查修费用 那业主同意这段查修费用之后呢 报价单回签 我们才会安排时间派工到现场 查询现场的状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传统一点的说法会说这段叫做车马费 但是这个真的有点弱俗套 因为我们到现场查了之后 不管查出来是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总有办法给你一个交代 那个交代是指说 哦没有这个就换了要换了要修 那个要费用要钱 我需要一些钱 哦 我需要一些钱 我们是头有尾的跟你说 这个东西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故障 你的设备可能已经多久到多久了 这个东西现在有料可以修 有没有料可以修 诸多原因的问题 一个一个排查出来给你 所以跟 跑一趟帮你去看现场 说这个东西能用跟不能用的车马费 是不一样的 免费评估 是免费啦 跟现场查修场刊 这是两回事 现场查修场刊 有出一趟一定有成本 那一定会有费用产生 试多试图 那就看 状况都定 基本上我们不会到那种太夸张 3000块 毕竟我们没有夜间施工 我们就礼拜一到礼拜五 就是 造风自修 免费评估跟现场查修 现场场刊查修的 状态最主要差异在哪里 我今天假如说就像你讲的 我今天不了解监控 我想要了解我要怎么装 我们电话 远端联系 你可以提供照片给我 或是你可以提供平面图给我 你提供你的想法给我 就是说你想要照哪里 哪边要录音 哪边要录影 哪边要做辨视 哪边不用 我只是要看车牌 我只要看影像就好 这个我们可以 帮你做到很细的评估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今天确定 有东西坏了 要现场 帮你 排查问题 或者你今天确定有想要装了 那 想要知道说你要装哪里比较好 你也不太晓 我们需要到现场跟你直接 面对面的了解 的话 那这段 就会有费用产生 评估也是免费 现场查刊 一定会比较详细 但是就会有费用产生 是我们在去之前 也会先问你说 你什么东西 状况是怎么样坏了 今天假如说我们遇到那种就 不管哪那个东西我不会 反正就叫你来 也不看看你的插座有没有插上去 你就要叫人家到跑现场 然后帮你插插头 好假如说我真的到现场帮他插插头 插头插上去东西全部都好 一趟 查修一趟850 今天假如说我是业主 我 花850叫人家来过来帮我插插头 我也会觉得很不合理 可是就要看这中间 双方是要怎么配合 因为 插插头这件事情 讲真的很常见 我们常常就是说 你 检查一下东西有没有插上去 如果你真的 没办法判断 就是 初次啦 好不好 你真的没有办法判断 监控主机是什么 电源在哪里 按钮在哪里 滑鼠在哪里 我什么都不知道的 我通常 有啦 之前有 北投有跑过一次 然后我们就 现场教 然后教会你说 好你就算不记得 我也帮你贴标签 跟你讲说你的东西其实没坏 你只是要记得这个东西要怎么操作 你要记得 你要是有什么状况 我们电话跟你联系的时候 你东西要怎么修 你要怎么检查 这很重要 免费评估跟现场 查修 最主要的差异 跟售后的服务 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 就是 监控这个东西很奇怪 就是 他不是说 你东西 可以自己拆下来 然后寄过来给我们 做保护 我们跟 笔电 跟电脑 不一样 他 有些人 拆下来 可能一个不注意就可能会把东西拆坏 可能线路直接扯断了什么之类的 所以 通常这种状态下 维护 的费用一定会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一定还是要到现场 去做拆除的东西 才有办法了解说这东西 坏了什么 怎么能不能修 好 以上就是我们 今天所为大家所介绍的 免费评估 跟 现场的 查修厂刊 有费用产生的 最主要差异在哪里 所以 有任何问题的 还是可以 欢迎来电 或者是 直接来的我们 可以帮你做一些 比较详细的规划 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拜所介绍的 以前内容 来说过 有任何的问题 接连续我们的官方 Live 我们将安排 专业的 服务和解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